大賣場貨架上各式白米 其中這一款 可愛小熊包裝超萌設計 格外吸睛 但獨特畫風卻意外引來 抄襲設計爭議 把北極熊化成白米形狀 印在提袋上 既時尚又可愛 這是日本新系知名月光米外包裝 可愛造型還被作成 寿司風格貼圖 引發討論 但跟台灣米袋包裝 好像真有幾分相似 台日兩款米袋擺在一起比一比 一樣土黃色包裝 小熊鼻子幾乎一模一樣 台灣版眼睛比較大 日版則是兩個小黑點 而台版小熊 還有台灣黑熊招牌的V字白痕 這是單純巧合嗎 還是模仿試鏡式的抄襲 你的同學來這裡參訪 來這裡玩 剛好說我要設計一支東部小農米 這一支一個米袋 有人跟我講說這個米袋 仿造這是日本的那個 我說我不清楚 有聯絡過家樂福 家樂福就說 我們現在可能會馬上把它換過 包裝設計這樣 拿著自家白米業者出面澄清 自己下田根做種米 白米自產自銷 女兒的同學幫忙設計米袋 怎麼會如此相似農友也感到非常驚訝 但引發抄襲風暴 現在只好趕緊聯繫賣場 主動將這款白米緊急下架 希望山寨的不良形象能趕快止血 記者廖威霖 許之城 花蓮報導